美國內部選舉只剩下最後八天攻防 不過今年因為有通信投票 所以外界預估十一月三號是開不出最後結果的 可是同時西太平洋 美日聯盟聯合抗中的局面是非常鮮明的 對我們先談一下 就是說看到習近平最近一些公開的談話 表面上都非常的強硬 那特別是對美 不過這樣的一個強硬的姿態 其實我認為他內心 反而是呈現一個焦慮跟恐懼的一個狀態 那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先看到就是說最近政治上的 他這些強硬的談話包含像這一個 利用這一個紀念抗美援朝七十週年的談話 講到什麼中國人民惹不得 然後要這一個要以戰指戰 以污止歌 那接下來我們看十九屆五中的 這個全會召開解放軍報 馬上就這個奉承上議 那在這個用這個評論員方式在談說 現在要這個瞄準強敵對手 要聚焦軍備準備打戰 那這樣的一個強硬的姿態 其實我們觀察認為說 他最近配合他的一些 這一個解放軍的軍演 其實整個一個態勢 從過去本來他四月的時候 是打算用這種以謀霸的方式 那採取的都是這種外向擴張型的侵略型的一個軍演 但是到八月開始逐步我們可以觀察 他已經這個改成這個內縮型的一個國土防衛的一個演習 那包含像這一個近期他的這個七十三集團軍本來是用來這一個對臺作戰為主要目標 但是他變成頻頻在演練所謂的這個無人機的一個攻擊 那同時像他的南部戰區也在這個演習包含像這個模擬遭到敵軍襲擊機場 那連中部戰區的這一個地空的導彈旅都拖到大漠去試射所謂的這個防空飛彈 那其他的部分包含像中共的媒體 最近在談到這個美軍的軍演的時候 這個動態都非常的一個 這個一步一驅的在關注 包含像先前講說這個雷根號在南海 這個進行大規模的傷亡演習 然後這個要到印度洋突然拉回進入南海 他們又說這不尋常 包含像美軍把MQ-9的這個無人機部署到太平洋戰區 都讓他們這個呈現一個非常恐慌的一個狀態 那這樣的一個狀態等於說 我們看得出來習近平等於近期 他對於可能這個美中可能爆發所謂的熱戰 或這個局部軍事衝突的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非常的一個擔心 所以在這個向解放軍頻頻喊話 要全面的備戰 那同時他又怕內部情勢也不穩 所以又要這一個軍隊要聽黨指揮 然後要絕對的忠誠 這樣的一個面貌呈現出來 就是說事實上習近平面對美國的壓力的確非常大 那當然美國對於中國的全面圍堵 完全也沒有鬆手 所以這個美日印澳的四方對話跟聯盟 先前把這四個印太戰略的支柱先把它架好 接下來包含他們這個美國的 這個國務院也談到說 未來都這個會繼續 這個加入其他的一些周邊的國家 那包含像其實台灣未來也有機會 或者是像包含南海重要的菲律賓越南 或者是印尼馬來西亞 可能都會逐一的慢慢的把他這個拉進來 所以我們看到除了這個美日印澳在圍堵中國之外 另外一個更值得觀察的是說 先前我們看到美國的國務部長艾斯培 談到說中俄之間他們的一個同盟 事實上都不超過十個 那這話才一講完 結果俄羅斯的這個總統普丁出來講話的時候 被問到說中俄有沒有準備要軍事同盟 沒想到他的答覆是說 目前並沒有軍事同盟的必要 這樣的一個說法 其實真的是讓外界觀察到說 其實俄羅斯有他自己的盤算 因為今天如果中國真的惹怒了美國 美軍對中國開火的情況之下 如果中俄有軍事同盟的關係 恐怕俄羅斯都要跟著被迫要出兵來對付美國 所以我們看到俄羅斯有他自己的一個算計 所以你先前我們觀察到說他本來出售給這個中國的S400防空飛彈 因為爆發了中國間諜案 結果突然轉手先給印度 也就是說近期他反而是全力在支持印度來對抗中國 所以中俄之間的同盟的關係有沒有這麼緊密 其實不如外界的想像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變成說 如果連北方的一個原本他以為的盟友都已經送動的情況之下 加上美日印澳四方來聯合圍堵 中國變成一個被全面包圍的一個態勢 所以我們觀察最近事實上習近平的講話 這個曝露了非常多他的焦慮跟憂心 那他當然對外這個指責說 那暗指美國 他講說搞這一個霸權霸道霸凌 最後是死路一條 但是我們在觀察這樣的一個說法 其實正是中共政權現在自己的寫照 好 我們稍後回來 與影響同盟來 gin 同盟來 我們下山東 這個項目是非常正確的